大家好,我就是桃花 剛才我已經看完架劇下來了 因為香港明天下雨,所以頭髮濕了 我在今天打地士的時候 就採訪到一個地士時機 看一下她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咦?你聽到Beyond的歌喔? 那個是不是真的傻的? 我相信是 神經病啊 是呀 是呀 一來,她跟她的瓜葛應該沒有 看年紀,她沒有理由 她都走了三十年 應該是沒有瓜葛的事 沒有瓜葛 就算有瓜葛,人家也成熟 我看她的年紀 根本就不應該是瓜葛 其實你也不應該跟Beyond有瓜葛的 我很喜歡她的歌 因為她的年代 不關你的事 喂,你不知道她的粉絲 現在二十幾歲 十幾歲都有 我知道,當我研究過的話 我發覺最多人翻唱的歌 包括大陸 算名歌手 算歌曲 最多是Beyond 這兩個壞傢伙被抓起來了 但是聽說有一個是真的拿白卡的 在中國香港,白卡居民就是 俗稱的精神病患者 殘疾人士 所以本以為她可以做十年的 現在應該會很輕很輕的處理 真的很生氣很憤怒 大家覺得要怎麼罰他們兩個才好啊 評論區可以留言呢 桃花會持續為大家關注這件事情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問我 因為我也是居民 小的時候聽了皇家劇的阿媽妮 所以我去了一次非洲 這首歌不知道您聽過了嗎 快手擁抱每一種生活